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想要提的是我们的母亲节 那母亲节我们每年都在表扬模范母亲 然后当然还有父亲节不要忘记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 有没有想过说我们可不可以做好一点 那在职的上面我们可不可以提升 应该是不太有困难 我们也可以比照可能做得很好的 其他的地方来做参考 本来模范母亲或者是父亲的表扬 我相信一定有它的意义在里面 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 对不对 我们都会想说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 做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呢我们做到了吗 这样这个是最基本的吗 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的母亲节 或者是我们的父亲节 平良心讲我们反省一下 好像没有那么好 虽然我们可能不会像历代的伟人妈妈 像孟母三千这样可以万古流芳 可是至少说我们可能在我们的乡里面 可能可以成为一个表率 或者是可以成为一个善的风气的影响的话 这个应该才是我们的目的嘛 那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改良一下 改善一下我们的表扬模范母亲的临选 江长你有觉得呢 你觉得怎样 谢谢代表 那因为针对这个事情 我是昨天 昨天才跟村干事 也为了这件事情去开会 因为我觉得 母亲跟父亲的表扬已经流于形势 对啊好像办不动 在用轮流的 对对对 至于它的事迹是怎么样 好像也用超来的 这一届仓少一届这样超来的 我也觉得不妥啦 所以我也跟村干事讲说 我们是不是哲起跟村长也来研讨一下 不要因为季节要报而报 不要让这个母亲留一个形势 我听陈士德代表说 东兴村的平地级的母亲 那个虫缺嘛 是因为已经轮回三次了 理由是这样 那我相信也有别的不好的传闻 在部落在村庄里面 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啦 我觉得魔法母亲跟父亲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疏隆感 那如果是乱报的话 那个匾额掉在我家 我都不会高兴 万一这个报起来是 其实我们也有发现 村庄是被骂的 受奖跟颁奖的人都很像为难 我今年也有这样很大的感受 所以我想说也有跟村庄是说 我们跟村长国同看 万一真的没有我们临缺误滥 不要硬爆 所以我在今年也发现这样的状况 所以昨天特别跟村庄是 有开这样的会 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被表扬的人 可能我们没有像 就像我讲的 说几代万古流芳会被人记得 可是至少说在我们的乡里面是 可以被人传送的 可以被人纪念的人 如果他当模范母亲 可能就大家永远记得 这个人曾经怎样 他就会变成是一个 真的是我们的学习的模范 在村里面就会有 好的循环跟影响 其实就从当乡长到现在 搬到才今年 感触越来越深 所以才会跟村干事开会 希望跟那个村长 一般我们是由村长提报 是啊 所以我们也希望跟村长好好沟通一下 那村长因为在地方是不是有其他的压力的关系 不得不报 那我想说这个还是要沟通一下 因为我有发现这个问题也开会 真的不好 因为我们每年都要做 不是说偶而做 每年都要一直有这个 因为我们整个活动的安排 其实都有别以前 我们到饭店整个气氛什么都用得非常好 但是如果在这个人泉这方面 甚至有些是有争议的 在村庄里面是有争议的 那这样的一个模范 我觉得也不太对了 不恰当了 就是说我已经就昨天去开会了 针对这件事情开会了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可以想说 我们不见得每村要有这样的人 如果说一个乡里面只有三个人 那这个少少的人 可能我们的钱就比较多 我们的纪念品或者是奖励 是不是也可以提升他的品质 然后得奖的人会很珍惜他 很爱他 那不是很好吗 像有的人得到那个 因为我们人多 可能爱经费 那我们的奖励品或纪念品就 感觉上纸没有那么好 然后大家带回家 大家也不知道要放在哪里 变成这样的浪费 不是啦 我们鹤饼做得很漂亮 这一点真的是要拜托乡长 因为我有发现到这个问题也开会了 今年我们八八节的时候 我们也是快到了 势必我们就这件事情也是很急迫的 可以花一个时间去 我们会跟村长这边沟通一下 好 谢谢乡长 我相信乡长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因为你上次送我们那一本书我就知道了 台卫服务 好 我已经看完了那一本书 好 第二个是主席 我要救救的是清洁队 我们请清洁队 那乡长是不是请的 那乡长请坐 谢谢 谢谢 来 清洁队 清洁队是一个最辛苦的团队 不像别人可以在冷气里面工作 可是清洁队真的是劳心又劳力 那我们真的是要给清洁队一个鼓掌 那也要给他肯定 那五月七日我们前几天报纸有出现就是民众在外县市 不是我们台东 那因为跟狗相撞就死掉了 本来不知道是什么 那钓业监视器就发现是跟狗 那开车的人死亡了 然后找到这个市主 市主要完全负这个赔偿责任 那我就在想说 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我们的部落的时候 我们的部落怎么办 刚才我们说 在讲那个奖学金的问题就已经那么困难了 那如果是这个会是更大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很不容易推动 但是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队长 劳心努力再跟我们的每一个乡民 或者是我们的村民跟我们的村长协调 是不是我们也要大力的来 请我们的村民乡民能够自己饲养的动物 要把它拴在自己的家 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会不愿意看见 那再来就是环境的卫生 很多的村民都有这样的怨声 但是我们真的是很不容易做到 前几天我们的那个护镇事务所的前面 也是一堆大便 而且是很新的 刚好从那边过去 我就发现说 那边有一堆大便 然后也没有人去清掃 然后我就觉得 可能如果我们这里没有离住家又远一点点 会有狗的话 那我们社区就更多了 那请队长可以再跟我们的每一个村的村长 来尽量的宣导这样的那个狗要圈养在自己的家里面 代表这份新闻我也有看到 因为那个当事人是因为晚上回去 然后出车又死了 结果早上发现的时候 因为一只黑狗也躺在那边 他们在做毛髮的测验 看那个车子是不是那只狗的 这只狗主人是原本是说 他有绑起来 他都有绑就是那一天没绑 可是这样出来的话 世主就要过世 大家负责赔偿的责任 不管走法院走什么 还是世主的责任 我们现在十三个村啊 野狗最多的可能就是泰安村 我们宣导再宣导 就从狗大便开始 泰安村整个的野狗是养的都不圈的 所以泰安村的野狗被毒死的数量也是居全乡之冠 我们在那边处理野狗的尸体是最多的 我们会加强在垃圾车的宣导 以及村民的宣导 最主要还是老百姓 我们的百姓要养成那个习惯 不然每次环境评比的时候 我们到泰安村 我们真的是一头雾水 所有的果肉在跑 今天把它扫完了 明天早上那些 那个税务还是会在 这会造成我们环境的影响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高我们的 鄉民的生活品质 我们希望每个人 既然也要养狗就把它带好 不然等到人家抱到东方索去说那是流浪狗被抓走 然后再跑到亲家队说我们的狗是不是你抓的 这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的饲养的家全把它把它关好 我也会请原家 他们如果办活动的时候一并宣导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大家都一起重视 我相信它会进步 还有一个就是清洁队我想要拜托就是夏天到了 那天气就是湿热然后蚊虫越来越多 现在的学校又公有一切不补 然后现在的学校好像常常会看见那个杂草很多 那蚊虫就会更多 那是不是我们清洁队也有这样的可以可能去学校协助 我们学校如果说草比较长了可以去割草吗还是消毒吗这样的事情 这件事情跟代表报告 我们今年度啊 香港特别我们在清洁队编列了9万8千块 在喷洒小黑纹跟冰充美防治 那个药剂啊礼拜三就会到了 我们今天下午会发文到各村村半导人会社区学校 我们从下礼拜一开始到月底之前 每个村啊会全部都喷洒罐一遍 重点学校在国中跟国小部分 各村以国中国小先喷完再到最主要的道路 我们通知村长直接带我们去啊 因为重点在哪边他们最清楚 至于学校的草啊 毕竟它是教育 它直属机关是教育局啊 我们的人力也真的有限啊 我们自然保护区那些水资源的人啊 人力也是不足啊 我们的范围太大了 我们刚刚现在有道路 要清的那些草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还是希望那个学校利用他们既有的人力啊 替代役也是在那边闲闲没事啊 不是替代役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他也要做这样的部分吗 他连倒垃圾就垃圾拿出来 替代役是有要做这样的工作吗 替代役在汶泉当村干事的时候 替代役是在超想割操的 那护政单位也是有替代役的 那么小的范围他也没有做啊 其实就是机关带得动带不动这些人啊 我们的社会医我们叫他去收厨语他也是去收厨语啊 就是抓狗尸体他也去抓狗尸体啊 你看他什么人你要怎么用啊 你说不管他的话他每天在那边打电动玩具他也是退回 我们要跟谁请问替代役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替代役是居民政处他们在管理的 所以应该要问民政处的 对啊各个机关有替代役嘛 他们可以做什么 我看那个替代役都站在那边啊 啊护政事务所这么小啊 然后有一堆大便在门口两步的距离呢 我就觉得这样也是很扯吧 我们那个酒驾受薪的 我不曉得跟他也没有关系啦 但是至少这个机构会有一个清洁人员吧 现在的工友欲缺不补啦 人意也真的有限 经费有限啊 所以用替代役也是在减少这些经费的支出啊 这个工作是属他吗 我们应该来问一下 如果不是他的话就很冤枉啊 是啊 你看护政事务所那么小 我来少五分钟就少完了 可是每天有一个替代役在那边 我看他每次出来也跟我打招呼 结果你看他 你说别的地方很大那就别说了 你看那个那么小的地方就这样 代表我们清洁队也没有替代役啊 书月掉了也是我们自己扫地 厕所窗也是我们自己扫 本来我要打电话给他们主任 我想要问一下 厘清这个问题 要不然每次这样也是很困扰 好 那谢谢队长 那那个学校的这个消毒的就要 拜托你把它做得更彻底 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 上课的时候不要那么困扰 连我去教书我都觉得 我一定要带那个防蚊的东西 我们去学校的时候 我们跟通知他们的教助 需要哪边的时候 特别告诉我们加强消毒 好 那请坐 再来就是我要就叫的是那个乡长 其实也应该是民政客 那我看到这个 昨天我们去草安堂 我就发现说 那我们乡长真的是很努力 我们看见客长的努力 还有乡长的努力在草安堂 当然草安堂是每个人都说非常美丽 都非常好 但是旧有的东西是已经现有了 也不能改变 但是我们看见乡长 他愿意在旧有的东西上面 也找出一个不同的东西 然后有一个创新 我就相信 人努力一定看得见 就是 除了传统的客制化以外 当然如果你加入创新的差异的东西 我们相信他会越来越美好 那现在我要就叫的是乡长主席 请你 请乡长接受我的咨询 来 接受我们的代表寻答 乡长 我们昨天去草安堂 那当然现在我看见这个我们立佳的公墓的计划书 那我相信我们立佳的公墓会做得更好 因为有草安堂的潜力 那而且也在你的团队的带领下 这么多的民意的那个协调跟征询 让我们的民众的民意可以充分的达到被你们听见 那真的是也很感谢乡长 还有你的团队这么努力来承袭过去的传统 那也加入新的东西在未来我们的建设的里面 创新真的是很重要 而且创新也要符合民众的需求 也要符合人性的那个需求 未来我们立佳那个公墓的那个设计 我也希望是说在做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先前的协调 然后设计的东西也可以先让我们看过 然后大家充分的可以及时广益 避免说我们也做了很多东西 然后也浪费了就像那个悲难的乡游公园一样 我们的乡游公园真的我们看了都很心痛 那未来我们所做的建设 我们希望是真的是每一分的公堂 可以用到最重要的地方 那我看见我们这个计划书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高兴 那我也相信乡长会能够 把它做好 然后我们也可以多次的做那个 跟民众的协调 或者是说说民会吗 协调会吗 都可以 就是民意可以被我们充分的认识 被我们充分的听到 避免我们所做的事情 然后呢 有一些可能是浪费掉了 或者是比较不好 不够完善 看到这个台卫服务这本书 我相信乡长一定有这样的概念 不是只有承袭过去的传统的标准化的东西 那我相信我们的未来 还会有更多的创新的差异化的东西 加入在我们的新的建设的元素里面 非常感谢乡长 我相信我们的民众会感受到 我们的幸福指数是增加的 是提升的 很感谢乡长 那以后 我们会后 我希望我们也会 本着这样的努力 然后我们也 折起跟立家的村民 或者是 不只是立家 只要有在那边有自己的主人的 在我们立家公墓的这些人 我们可以一起做协调会 这部分跟代表报告一下 那也谢谢代表对我们的肯定 那目前整个这个签帐的程序 目前已经走到初步的规划图出来了 那在去年我们也在公墓那边有服务人员 也登陆了700多个 有联络地址 因为上一次联络到100多个 联络不到那些人 那现在我们有联络 已经有700多个 那现在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从内政部到处去问过以后 取捷这一部分的裁员 必须公所致酬 没有补助 但是如果建塔 可以从发动基金 它有补助 但是取捷前面的这一个区块 必须是公所去 致酬这个裁员 所以这一部分 我想我们哲企也会把所有的资料弄好 再来跟代表会做一个报告 因为这一部分如果没有先动 后面是完全没有办法动 那我们去找了所有的相关 可以要经费的单位 那取捷这一部分 它是不遗补助的 这是目前我们遇到最大部分 那你想我们这个立佳的这个公墓 大概会多久会做完 可以做? 如果我们有很大的誘因 可以让这些家属配合签帐 其实我觉得应该很快 是这一部分 因为建塔的钱已经可以申请了 好 谢谢乡长 那我的 请乡长请坐 主席 我的咨询到这里 谢谢 谢谢